哈喽,大家好,我是在中国的俄罗斯饰演堂西兰 中国朋友们,我最近还是忙着自己的学业 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主要是在学校里面 然后这几天感觉都不想出门 因为杭州一直在下雨 我看到天气预报他们说 可能在杭州这个星期每天都会在下雨 这个时候特别像夏天 因为我毕竟在杭州已经生活了几年的时间 但是我还是不习惯着这种湿冷的天气 就是每次外出的时候如果下雨一定很冷 所以要穿很多衣服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夏天比冬天也好多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会觉得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夏天的时候是最舒服的 因为夏天的时候就不要穿那么多衣服 那么生活费也没那么高 所以我觉得夏天是最舒服的 最适合生活的一个环境 那么中国朋友们也听出来了 我今天嗓子有点不舒服 他的这个声音有点 好像说不出来什么话呀 不知道今天早上 早上六点起来也就一直都是这样的 这上个星期我最多发了一些自己的诗歌作品 然后也发了一些视频 然后我看因为我觉得中国朋友们 我也和你们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没有及时恢复你们的评论 我每一次就是看你们留下的那些评论 我肯定是看得到的 不是说我一定都不看 然后一些私信啊什么的 这些我都都会看的 偶尔也会回复 但是主要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忙 然后我也希望跟着大家多多交流 多多请教或者什么 可以讨论什么有序的话题 因为每次拍视频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在评论空间 可以提出一些优趣的话题 你们对哪些话题有兴趣 所以我到时候可以考虑一下 你们的这个想法 然后慢慢去拍 慢慢讲自己的一些经验 或者说你们对某一些问题的一些兴趣 我也可以把自己的经验 和你们的一些兴趣的话题结合在一起 那么就是在评论空间 但我也会看到你们粉丝朋友们 就是给我留的评论还是蛮好的 就是说我喜欢你啊什么的那种 当然我心里会感觉到非常温暖 因为这样的就是你们旅下的评论 也是对我的一个认可 所以我也有一定的动力 去继续拍一些视频 和你们分享啊 在自己的这个拍摄当中 我可以提高自己的水平 就是因为现在我所做的 所拍的视频是我一个人去做 一般我就会了解就是说 有一些主播他们与一个专门的团队 或者说他们会和一些朋友一起合作 或者他们邀请一些人帮助他们拍 或者编辑等等 所以其实你们也看到我拍的视频也比较简单 没那么复杂 有时候也没那么多的镜头 所以我也是尽量去学这个 摄影方面的知识 就是多多发展在这一块 但是我相信一个很好的视频 它是一个内容和画面的融合 但是因为我做自媒体的这个意义 我希望把一些知识 把自己的一些惊讶 讲给中国朋友们 就是说你们不一定需要 组织我这样的想法 或者你们觉得我说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没关系 就是我希望把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比如说文化或者交流 因为现在俄罗斯和中国毕竟是好的朋友 但是我们缺少很多文化交流 我们相互没有一个机会去好好地了解 对方的那个文化艺术 或者这种生活方式 人们的思维方式 我做这些文化交流 那么我也希望你们大家都给我提出一些 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你们对某一些方面有兴趣 这个起点开始 我会考虑怎么操作 怎么拍怎么怎么讲 那么因为我现在一直在中国对吧 我其实也希望可以给中国朋友们 介绍更多的俄罗斯方面的这种风景 拍出我们俄罗斯人的这个生活环境 我偶尔也会让自己的父母 拍一些视频发给我 然后如果有一些有趣的话题 我可以发在一起 就是变在一起 也给大家看看 好那么中国朋友们 我现在要出去一下 这段时间 这次还是忙着学业 然后也会忙着拍视频 给中国朋友们讲更多的有趣的故事 还有将就自己的一些生活经验 那么欢迎大家在这个视频评论空间旅言 谢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拜拜